大大學15日上午舉辦日本ACOLA集團線上簽約的典禮 學校簽署學術與實習合作交流備忘錄 未來兩校將攜手培育汽車相關人才 ACOLA集團在日本跟汽車產業界的合作非常緊密 那我們希望藉由這次跟ACOLA集團的合作 能夠將來有機會培養我們的本校的一個學生 能夠到日本去到日本汽車的產業能夠從事校外的一個交流 然後特別是在汽車的一個產業界能夠有實習的機會 增加我們大學大學學生的一個國際觀 然後也能夠學習到在日本汽車產業界他們的一個食物的一個經驗 ACOLA集團希望與大學合作 共同為汽車品牌SUBARU培育產業相關的人才 未來大學泰田工業大學可以規劃留學 雙年學或是學士後進修等合作 攜手為汽車產業育才 我們會有這個泰田工業大學嘛 他大概明年已經批准了 明年就是開始燒生 然後這個泰田工業大學剛好在那個18路的總部的旁邊 那因為這個松村本來跟這個Sakura是有關係 所以我們未來可能會在這個汽車 汽車的方面 那我們知道大約都跟汽車有關嘛 那未來希望能夠做這個聯合辦學啊 多多型應該說多型式的辦學模式 因為日本跟台灣的關係一直都不錯 政治的影響也都是最低的 所以所以就是在辦學模式上會比較比較活躍 那現階段在各方面在交入的報 也沒有報准P的狀況下在實習 實習方面其實可以比較先行來走 那這個大概是目前走的幾個合適模式 泰大學長期投入車輛研發的技術 相信雙方一定可以發揮一加一代二的力量 共同為汽車產業培育優質的人才 學生也能藉由交流的機會 拓展國際的視野累積實務經驗